2018年要过完了,NOS今日新闻,特别整理出2018年十大财经新闻,究竟这一年之间出了哪些财经大事?会不会延续成为2019财经焦点?我们有详细的分析。 今年全球财经新闻几乎围绕着中美贸易战袍,衍生出的争议也相当大,不但影响全球经济,也是所有财经产业人士最关注的焦点。 国内财经新闻类,可分为政策、消费、企业与财经人物四大类。 其中,政策类有,基本工资调涨,就符法修正,企业面试月薪4万以下要揭露,以及深澳电厂的能源相关政策及转弯。 民众最关心的消费端新闻,主要是由中华电信掀起的499之乱,及随后的卫生纸之乱,企业端则有美国赴美设厂,和台积电染毒事件,财经人物最爱关注的,就是立农前董事长颜凯泰之死,彭怀南以及张忠谋退休等重点新闻。 究竟这十大财经新闻重点为何?目前发展的状况又是什么? NONU's今日新闻,提供大家完整且详尽的报道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